從總的便宜開始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去玩過 我們印象比較深刻 對 然後他那個組長他很開心說 你看之後政委就要到這個 Office Hour 對 好啊 那我們就從總總開始 我們就那時候 他說你是自願的 說我之後要到那邊 禮拜禮拜三要去哪邊 對啊 那時候的想法是怎麼 現在開始了嗎 可以 開始 好 那就開始吧 好啊 就是你那時候怎麼會想說 就是第一個要跟那些 整個社會要露面對面嘛 對不對 因為畢竟任何人來 你都可以提供 就是 詢問你都願意給理解 可是這個好像需要非常多的 這種人際關係的技術 好像跟我想像中也不一樣 那時候你怎麼會想說 決定在那個地方 每個禮拜三好嗎 其實我本來就常常跟這個社群 已經不特定的人 我們每個禮拜三下午 在V台灣這個計畫裡面 本來就跟G&E臨時政府的朋友們 每個禮拜三下午一起co-work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只是把這個一個下午的時間 延長成一整天而已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其實在一般的就是社會創新 或社會企業的這個聚落裡面 在空總這裡我覺得它是能見度特別高的 以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都是這樣 對 那所以說它就有兩個不同的 purpose 一個就是跟一個一般的加速器 或者是孵化器型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育成一批一批的 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那本來就會有mentor 就會有導師的制度 那我自己當然之前不管創業 或做一些社會創新 我也有一些心得 所以我很願意當這個mentor 那這個mentor通常就會有office hour 那office hour就是讓大家 大家都可以來問嘛 所以這個就是對於進駐 不管是實體進駐 還是虛擬進駐的社會的創業家 可以隨時access我這個資源 那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說以前每一個部會 可能它各自各自去跟這些人談 但是每一個談的 可能是那個部會的業務 但是呢 當現在要創造出一個新的跨部會的業務 或者目前的部會都沒有在管的業務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人去問大家說 哎 你覺得大家有沒有這個任何部會 都還沒有做好的部分 那不會有單獨一個部會這樣找 這樣找事情做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anchor 就是說是讓大家有一個地方來說 可是目前這七八個部會 雖然都有做事 可是還差什麼 還缺什麼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我聽了之後 我就會回來再去開協調的這個會議 那這件事情其實不是從空總開始 我們在空總之前 已經在行政院就是中部的 南部的 包含連花蓮的各個地方的辦公室 都在那邊跟不同的區域性的設企 進行同樣程度的座談 而且就是一字排開七八個部會 坐在那邊 有問題當上解決 那如果有額外要處理的 可能一兩個月之後帶回來給大家看 所以說我們是把這個分區下廂的這個制度 把它正規化 然後它帶到空總 所以就是說一部分就是在那邊 實際進出的朋友們的問題來問我 二方面是我作為一個政府 在社會企業上面的一個窗口 一個通道 來問大家 問整個社會說 有沒有什麼還想要我們做的這樣 好像你這樣子 不管就是我們從北中南 還有各種不同的設計 你接觸過 我覺得除了說他們每次都只在面對 要辦一床工作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 因為他們都其實小小的 然後很有活力 但是好像覺得因為有一些 他們也會覺得說好像在面對政府的時候就是想 撞到的話 感覺要撞到強烈 比較難去突破吧 你覺得是說 除了說面對在意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對 我想社會企業就是從我的一個 基本的想法來看 其實是社會跟企業中間連結的方式 那社企它有點像是一個大賽 然後裡面有各個不同的corner 有各種不同的角落 那你剛剛提到的主要是初創 對不對 新創或者是一些小的 它是一開始進來就要做社會企業 這段是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可是還有另外兩股力量 一股是說本來是NGO的 然後或者是一些基金會 它已經營運了很久 但是它現在覺得說它面對市場 它有一個更永續經營 然後不完全只靠捐款的這樣一個方式 這其實也是一種社會企業 那當然另外一邊就是說 有一些企業它做一做發現說 我這個企業它研發的技術 我的這個市場 真的是在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它就不滿足於只是做企業的社會責任 而是願意鎖定這個企業的使命 說好 我這個公司就是為了這件事而存在 所以等於說兩邊往中間靠一點 或者有人一開始新創就往這個地方走 那這是三個不同的事例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中間這個 還是我們叫做團結經濟 或者很久很久以前叫做合作社 所以現在大家聽到這個字 都已經想到什麼小學啊 對對對 這樣的東西 對 但是事實上它在很多 尤其是歐洲國家 中間的這個才是重點 是你在一面經營的時候 把當地的問題解決的同時 也把當地的居民 把你的消費者 把所有的利益關係人都結合起來 然後大家一起其思廣益說 我們怎麼讓這個社區過得更好 那這個才是中間的這個中流砥柱 只是在台灣一下子進來就做這個的有 但是沒有很多 但是不管是從青創的角度 從NGO的角度 從一些公司變成是社會的角度 大家要開始慢慢往這個目標一起集中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重點是說 每個部會對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比方說勞動部可能比較照顧這邊 教育部照顧這邊 可能經濟部照顧這邊 他們中間的這個橫向串間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也是說 不要讓任何一邊覺得 好像政府現在就是在鼓勵某種特定的 社會企業 對 而是說變成是說 它的組織形態其實只是 對它最方便的一個形態 但大家最後還是要做一樣的事情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排除掉一些人 然後專門嘉義的培植一些人 那以前可能因為要衝KPI 或者有各種非洋政府的一個計畫 等待要達標等等 大家會有一種競爭的一種思考 但我覺得尤其是在這個社會創新圈 每一個人的力量都是可以疊加起來的 然後只要在台灣的不同角落 有人解決相同問題 他們其實就是natural alliance 就可以馬上結合起來 所以我們這樣子巡迴 以至於我們每個禮拜三上去 我覺得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不要讓任何單一的人覺得他孤單 覺得單打獨鬥 覺得是說不管他因為小 或剛進入這個圈 或怎麼樣還沒有足夠的connection 而是說我聽了他的故事 我還看了別人的故事 馬上就有ready的資源 可以用回去製作主要的貢獻 所以那邊上班的時候任何人 或者是還是只是限定在那個園區裡面的人 任何人只要有想法 或是我想做的 對 它只要對那個社會企業有想法 或它腦裡面有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點子 什麼都非常歡迎來找 OK 好 那同種這個接觸 可以啊 很好耶 對啊 那你這次去美國老闆 也可以適合無人車的 對啊很好玩 非常好玩 像是怎麼樣的好玩吧 它是 我們有去一家公司叫做Waymo Waymo就是本來是Google X 然後呢 現在它從Google裡面獨立出來 同樣是Alphabet這個集團 你下單它的一個自負隱晦了這樣 Waymo他們現在坐五人車已經坐到一個 就是他們的車已經沒有方向盤的一個地步 也就是說以前的五人車 我們腦中想的 還是它是輔助駕駛 就是說你開一開 可能到了高速公路上 或路況比較平順的地方 你就讓它接手 那但是呢 有點像飛機 你在起飛降落的時候 還是要人這個來控制 那但是Waymo現在他們的做法是 完全不是這樣 它是在任何情況 就算是在最一般的慢速的路段 在這種複雜的十字接口啊 這些東西 它完全都已經是讓車子來控制了 而且它目前的開的情況 事實上是比就是最好的駕駛人的狀況 還要好一些 所以就讓意外發生的機率等等 都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那在這裡就會碰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這樣子 這一台車本身就是駕駛 對 它不再是有一個駕駛 然後我願意去幫助他 或怎麼樣 而是說我坐上去之後 這個人他可能也沒有駕照 他可能乾脆是一個盲人 他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takeover的 但是他完全相信這輛車 把它從A地方開到B地方 對 那這一點是我覺得最特別的 就是說 我們本來都以為說 很多公司都說 我們可能要四年後 五年後啊 才能夠到這個地方 那魂某事件說 我們已經到了 然後明年就上路 這樣 那你覺得 我們現在 其實台灣也只能有的 包含你剛剛講的那個張筆筆筆筆 對 他一開始好像已經測試了 對 沒錯 那你覺得能做到那樣子的 因為一般民間隊這個東西 其實好陌生 就是連之前半夜在台北路上 在測試 大家都覺得有一點點陌生 對 我覺得當然半夜能夠專程 這個不睡覺去看無人車的東西 還是有些吧 對 我們還是要在光天化月之下 讓大家看到 接下來在高雄 就會有一個 哈馬興 就是會有一個無人車的一個 交通的一個盛典 會讓大家一起去看到說 在一個場域裡面 一個無人車到底是怎麼樣 讓大家可以依序上車 可以把它當作通勤的方式使用等等 那這個部分是交通部 跟高通市政府一起做的 那在稍後這個就是我們的 特別預算裡面有一段 是沙輪的科學程 那在裡面也會有一塊 展示性的測試場域 那就會有各種非常不同 包含國內的或者國外的 無人車團隊把他們的車帶過來 那同樣的也許以後 你從高鐵到那個站 然後停到沙輪的這一段 也許就是無人車了 我想現在的重點是 要讓大家盡可能的知道 無人車可以整合進我們的生活裡 我在Weimeo的時候 打了一個比方是說 好比現在是有一種 外型種族出現了 它也是一種智慧生物 那我們就要看 人們是把它 不要當作紅雀猛獸啊 也許就把它當作猛猛狗狗啊 就是讓人能夠跟他和睦相處的時候 而且警察也知道說 他超速了 我要怎麼把他攔下來 或者是說 他做了哪些事情的時候 我要怎麼跟他說話 我要怎麼跟他溝通 那大家都學習到 怎麼跟這種 智慧生物溝通之後 我覺得整個社會才比較能接受 而不是說 少數幾個 這個立法者 或我們行政官員 就說好 這個地方就馬上撒下去 我覺得那樣子 大家是會感到 就是不舒服的 那你覺得這部分 這中間的離職 有你可以注意嗎 有 其實我花了蠻多的時間去問 不管他們的測試場 像GoMentum 或者是說Waymo自己 他們是用什麼方式去跟人民合同 他們有很多方法 例如像說 就是把一台大的可能minivan啊 這樣子的 大小的車 借給一些特定的家戶 然後可能就 為期一兩個月的時間 他們就直接用它就是 去在小孩上學啊 去買東西啊 去怎麼樣 你就把它當作另外一個智慧生物 只是你現在是 用講話或者用手機告訴他說 欸來這邊接我 怎麼樣 那所以 花了一段時間之後 不只是這個家戶 而是他的鄰居 而且這些朋友們 都可以看到說 無人車跟人一起相處的時候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要找到的方式 就是說 當然一部分這個保險啊 或者是這個法尊啊 他的資料要分享 這個是很重要 另外一個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說 他如果不幸發生了一些事故 那可能還不是很嚴重的事故 但可能到中間 欸他沒有看過的情況 他又停在路中間了 誰都有可能嘛 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拿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說明 不是說完全只是 像我們這些城市看到一堆數字 而說他能夠用 大家聽得懂的話說 欸我是看到什麼 所以我下呆了 我呆在那邊等等 就是要讓整個社會都聽得懂說 欸這樣子一個生物 他看到的路面是這樣 他做出這個體驗性的方式 好 好 我們在額外問你一個 行政院換主人的 欸是啊 你有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嗎 對啊 算你還沒有見到那邊 還沒有見到那邊 對對對 還沒有見到那邊 你會有次新的期待嗎 欸 我覺得還好欸 因為其實 我們最近在做這個工作 是對就是專業的事務館 對常務的文官去做培議 所以這個工作 我們會繼續一直做下去 那至於就是說 如果新的院長對這個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OK 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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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滿期待這個工作 對 可是像你剛剛講的那個家戶 對 就是讓他們一些些就是有幾個 想要你可以先去做 對 對 對 這個大概有什麼時候要點試試嗎 我們這個就要先在那個法規上面 現在交通部有一班草案 放在泥臺灣上 我們要先問全就是大家的意見 那這個意見如果大家都覺得可以的話 接下來就是要責定那個測試區域 這個時候就需要地方政府了 中央不能夠只拍一個地方說 欸 你就這邊還是反過來 是要地方願意說 假設我們是在 好比說慢速型的 史類斯高爾夫橋車 這個速度30公里以下 對 那可是這個東西的好處是 你不用調太多法規 現有的就可以上路了 對 那如果在更高速的話 他們那邊的地方的自治的法令也要修訂 然後我們這邊也許也要去請地方院備查 我們這邊的法規修正 可能要溫高60天 那之後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需要有一個 結盟的幾個結盟的這個地方政府 然後願意提供技術的這個車商 以及技術商 然後以及願意擁抱這個新科技的 比較這個前瞻的一些社區 那這三個兩個都不可過去 我們要都湊在一起三個商務 對 因為我想說如果要安全性 這個要夠是確實要讓大家體驗共同 才會知道 對啊 對啊 其實要不然會覺得說 就是想講 如果我們要失故的時候 對 我們覺得不會一開始 就讓他開這個七十八十日 讓他取代高鐵 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一定是先從慢速的接駁的 多人共乘或者是加護共用的 這樣子的方式開始做 我覺得加護是來一點 對啊 我也覺得滿道理的 而且也要讓交通警察這些人都知道 你要怎麼對應他 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就是車裡面就沒有人啊 你要怎麼回個旗子要停下來 他其實會 對 他其實會停下來 但是就是說你要 我覺得重點還是要警察要習慣 這樣子的東西存在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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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謝謝 謝謝